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以性感美艳而著称 被人们称为一代妖姬 曾有人说过 崔台精影响了台湾地区好几代人的审美 也有人唏嘘说 台湾也曾有此荣景 其实从台湾最著名 影响力最广的综艺康熙来了 就能够看出崔台精在台湾的地位之高 影响力之广 而且从后面几位台湾第一美女肖强 林志玲等人的身上 也可以看出 崔台精这种端庄美丽 又兼具娇嗲性感的特点 深深影响了台湾几代人的审美 这位被誉为一代歌姬的巨星 卸下明星的光环 回归平凡 还有在现身 媒体爆出崔台精的竞照 原来这几十年的时间 他已经有了新的归宿 从曝光的竞照中不难看出 他已经成为一名教徒 潜心修行之余 外貌更是有着巨大的变化 崔台精选择在这一天做一个虔诚的教徒 自然要献身这样的场合 当晚崔台精于教堂接受圣喜圣事 仪式结束后便与一众教友一同合影 由此才使得竞照曝光 大合照中的崔台精已经再也没有往日的那种潇洒和魅惑 反而是多了一丝慈祥和和蔼 脸上的笑容也是变得越发迷人 手捧鲜花的他微笑面对镜头 透着一股清爽的和煦之风 说起这位曾经的经典歌手 那绝对是一代人的记忆 他所带来的作品尤为多 横跨主持 歌唱 秀场 戏剧集广告等等 堪称为全才 越飞越高 但是又奈何 和日再稳均 多日时分等等都是经典的存在 其实被语为一代歌机之前 对台精的演唱风格十分保守 不过伴随着歌曲演绎的不同 以及时间的推移 他的歌声开始变得大胆 风格也是随之发生变化 从而获得了诸多粉丝 虽然歌喉不输邓丽君 凤飞飞等人 但他并没有将重心放在歌坛上 而是先以主持电视节目奠定巨星地位 之后才慢慢地享誉亚洲 也有人认为 第一代台湾第一美女不是崔台精 应该是崔台精之前的胡音梦 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 胡音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 却只是数一数二的美女 她与林青霞 林凤娇 胡慧中并称为台湾四美 胡音梦多才多艺 及美貌与才艺于一身 她的外表酸看似温婉文静 有一股古典女子的柔婉气质 但她体内却住着一个追求时尚 大胆叛逆的灵魂 可以说胡音梦少了几分焦点 这也知她区别于台湾后几代 第一美女的地方 崔台精之后的台湾第一美女是田丽 田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以以天屠龙记小招这一角色 闯进观众的视野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田丽在走红的道路上畅行无阻 1967年出生于台湾的田丽 从小发展于富裕家中 爸爸籍贯山东 并营一家大中型外貌企业 母亲台湾土著居民 有邹族血系 结婚后生下田丽 便退守家中做全职的家庭主妇 田丽继承了妈妈的漂亮 五官立体 大眼睛深邃 有点混血而即逝感 父母们自小 就对田丽实情的家教老师尤为严苛 但青春期叛逆的小孩却不易教导 童年时 田丽较好的容貌便跑获胜同龄年轻人 有时候便有明星经纪公司 经常跑到院校和家中 与他协商签订事宜 仅仅童年时无拘无束 田丽并不憧憬演艺圈 那时候 室内设计师的理想 在他的脑海中里看起来高些 始终到15岁 爸爸上海翻船 损害了900多万元人民币 企业资金链断裂 最终无可奈何倒闭 一夜之间 田丽从富有的家中 坠落到贫困的程度 那时候正逢哥哥姐姐们读大学 父亲靠画电影宣传海报 赚得不稳定酬劳 远远的不能付款培训费 保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花销 母亲为了更好的处理迫在眉睫 无可奈何下 找朋友借钱 尝试摆脱困境 但是家境贫寒 以往的亲朋好友 完全换为了清一色的冷漠丑恶嘴脸 无可奈何之时 田丽决策成名出道当歌星补助家中 田丽在走红后 选择返校继续学业 在学业结束后 又浮出娱乐圈 田丽鼻子高挺 五官名艳 身材高挑火辣 她的美不仅带着几分骄傲与自信 还带着明目张胆的性感 让人感觉火辣夺目 复出后的田丽拍摄了一系列性感写真 因此也被人们称为 台湾第一蛇仙美女 人们都被她的性感深深吸引 田丽的性格也和她的外貌一样 火辣直白 让观众们对她的好感更甚 说她是由内而外的美 当之无愧台湾第一美女 田丽也曾因为评价过林志玲 而被推入舆论漩涡 虽然媒体说 田丽怒斥林志玲不是美女 但看完田丽的全部发言 可以知道田丽不是那个意思 田丽认为林志玲不是不好看 就是少了一点个人特色 是被包装出来的 而田丽认为 王祖贤和自己都有独特的个人特色 因为她们都算美女 田丽这个言论 确实激起舆论几层浪 不过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与看法的权利 只要不是恶意攻击 诽谤他人 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而田丽之后 林志玲之前的台湾第一美女 那就是肖强 肖强对八九十年代生的一代人来说 非常熟悉 是这一代人的童年女神 她所饰演的林诗音 可以说惊艳了一整个时代 肖强的身上 能隐约看到崔台经身上的那种 端装美艳与性感 肖强的身材高挑性感 皮肤白皙 五官精致小巧 一双眼睛默默含情 整个人带着五妹娇俏的气质 女人味十足 而且肖强的一双腿很美 已拍丝发广告出名 还被称为台湾第一美腿 肖美人 不过肖强的感情生活 至今没有归宿 年过半百的她 过着自由的单身生活 热爱书画艺术的她 每天早起练习书法绘画 为了保持健康窈窕的身材 她每天坚持练习瑜伽 而且大都是高难度动作 纤细的身材 让很多二十岁的女孩子 都羡慕不及 肖强练习瑜伽 五十三岁的肖强 可谓是真正的动灵美人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 青春迷人的气息 岁月从不败美人 用在肖强身上尤为合适 继肖强之后的台湾第一美人 就是林志玲 林志玲在十六岁时 就出落的婷婷玉丽了 也因为外貌出众 她十六岁就被星探挖掘 进了娱乐圈 到了2003年 林志玲更是取代了肖强 被台湾媒体评选为 台湾第一美女 林志玲在人前 总会表现得彬彬有礼 大方优雅 说话做事 让人如沐春风 于是就有人说她假 甚至杨岚曾在节目中 直接拷问林志玲 问说林志玲 咋咋作态的样子 是否具有挑逗幻想的嫌疑 林志玲则是大方回应质疑 她说 女孩子温柔 也是一种很好的力量 还表示温柔 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过林志玲出道二十几年 她始终保持优雅温柔 所以就有网友说 如果装 谁能装二十几年 而且林志玲除了美貌 她还有才华与智慧 林志玲生活态度积极 博学聪颖 即使如今步入四十 严华健老 她依然是温柔坚定的美好模样 可以说林志玲的温柔 是从内而外 种在骨血之中的 2019年 林志玲与Akira结婚之后 二人一直定居东京 并且都减少了工作 基本处于隐居状态 近日林志玲老公Akira 担任兼职重任 播出每张演唱会之前 还要录制特别前导节目 Akira在前导节目中 展现了这几年来 努力学习中文的成果 Akira表示 很开心也很荣幸 能和大家见面 通过节目向大家介绍 放浪一族过去的演唱会作品 日前 有网友晒出了 林志玲与Akira的合影照 照片中林志玲 身穿黑色抹胸连衣裙 长发扎成高高的马尾 妆容精致 竟显女神气质 Akira一身休闲打扮 夫妻亲密依偎在一起 十分甜蜜 林志玲之后 台湾地区虽然也涌现了不少美女 台湾第一美女的称号 也落在了郭雪芙身上 但郭雪芙比起前几代 却是影响力一般 不知道像胡英梦 缺台经 田丽 萧强 林志玲这样的影响力巨大的 台湾第一美女 几时才能再次出现 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